在十八大权力换届之际 胡温执政十年的公余过成为各方评论的话题 而各界对胡温十年的定调也出现了两极化的现象 来看报道 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10月1号的社论评述 胡温执政十年是辉煌十年 而历史学家张立凡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 则说这是个倒退的十年 尤其在法治见识方面 中共党报《学习时报》的文章说 胡温执政十年间因为受到钳制 很多事情未能完成 并留下十大问题 如道德体系崩溃 物价飞涨 腐败严重 民不聊生等 北京宣政学者陈永苗 则把这十年形容为是战战兢兢的十年 时事评论员蓝树指出 胡温在过去十年 一直受到江泽民周永康等为首的第二中央钳制 导致权力无法施展 政策无法落实 江系由于过去的十几年 以腐败换发展 特别是对法轮功的镇压 导致了整个中共的体系的 大面积的和迅速的腐败 因为他把整个中共的体系 摆在了曾山人的对立面上 领导中国十年的胡温体制即将结束 如果胡温能在中共倒台前 尽力去制止和清算江家邦的罪恶 他们的十年功过 或许还有一些改写的机会 新潮人记者王紫棋雄斌综合报道 好的 非常非常重的